哈囉大家好我是維妮 哈囉大家好我是布蘭達 今天呢我們又要再來談一下 斷舍離 又來 對啦 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就是說 家裡都已經整理得很好了 然後每一項物品我都知道他們在哪裡 我也知道我有哪些物品 但是卻覺得好像 還可以再斷舍離的感覺 好像斷舍離不夠 感覺好像不夠滿意 這就讓我想到說 我們之前在上班的時候 這項工作呢薪水也不低 然後後來我們也買了房子嘛 雖然是過著 也許大家所謂的理想生活也不一定吧 收稿 但是那時候就是常常也是會覺得說 家裡哪邊好像怪怪的 一直想去整理 然後一直覺得很噁心 就覺得玄關那邊好像東西很多 對 然後廚房那邊的東西好像也很多 就是它的類別好像很多 雖然說數量可能不會很多 對 就是類別就是感覺很多 然後造型款式都長得不一樣 很難整理 就覺得好像一直有一種 有惡雜感 那等有惡雜感的時候就會想去整理嘛 然後我們去玄關 整理整理 可是每個東西也都是需要用到的啊 那為什麼還會有這種惡雜感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那大家知道我們後來是怎麼樣 找到答案的嗎 怎麼找到的 但我們離開銀行業之後呢 我們也還沒有找到我們的理想生活嘛 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到底想到的是什麼 那我們只知道說 那時候可能還蠻喜歡整理的工作 所以就去嘗試看看 那也不太確定說 這份工作適不適合我們 或者說我們到底是不是會一直做下去 對 會不會再回到職場也不一定 對啦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回到竹屋的生活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那個舞評的 竹屋room tour 對 一直覺得生活應該不只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又要繼續的去挖掘 去尋找 適合我們的 但是這個過程不是很輕鬆啦 對對對 這個過程我們也是蠻煎熬的 對對對 後來我們就開始遊牧生活嘛 也不知道說 會不會喜歡這種生活 只是說 嘗試了蠻長一段時間之後就發現 欸真的還蠻喜歡遊牧生活的 嗯 那也因為為了要實現 遊牧生活這樣跑來跑去的狀態 所以我們東西就會撿得更少 嗯 所以不小心 自然而然就變成說 好像一卡皮箱就可以 到處走這樣子 嗯 因為要跑來跑去 所以心理一定要夠輕便嘛 所以呢 就越來越發現說 欸原來生活真的需要的東西 真的還不多 對 就是慢慢的發現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說那時候 繼續在租啊 或者是買房的生活的話 就無法想像到說 欸自己真的需要的東西不多 嗯 所以呢 當我們有時候在看一些留言 他們就發現說 欸有些人他覺得說 自己已經斷捨離蠻久了 但是好像內心還是覺得說 哪裡怪怪的 嗯 就跟我們之前一模一樣 讓我們心裡的朋友共鳴 對 對 因為我們之前也是這樣子 是的 對 所以我們就要稍微思考一下 讓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想要就是稍微做一個小分析啊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那有了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嗯 像是簡單豐富的生活 提案這本書的作者 澀谷之人呢 他就有在書中講了一句話 嗯 他說 與其努力斷捨離 不如努力搬家 我覺得這句話應該就是 我們當初遇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吧 對 欸那我們就很有感覺 嗯 因為我們一直搬家 一直換地方嘛 嗯 然後我們也稍微再進一步思考一下 欸為什麼他會這麼說 嗯 然後我們就猜想說 如果我們一直維持一樣的生活型態 每天做差不多的事情 其實我們如果想要再進一步的整理 或斷捨離的話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嘛 因為你的生活就是需要這些東西啊 就在這個特定的環境的話 就會需要特定的物品啦 對對對 就像我們去了工具公寓之後呢 就要洗買很多的東西 這是一個必要 對 假設剛好你也跟我們一樣遇到了 已經無法再斷捨離了 但是又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我們自己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 嗯 目前的生活狀態呢 是不是我們的理想生活狀態 嗯 那當然如果答案是是的話 欸現在就已經過著理想的生活了吧 那斷捨離 它其實只是為了達到理想生活的 一個手段而已 嗯 當然我們就不需要再進行任何的斷捨離啦 那如果答案是否 你可能跟我們一樣就是 其實那時候上班到後來 發現自己其實對金融 銀行相關的領域是不太感興趣的 所以上班呢 開始覺得有點痛苦 所以就需要進行一個調整 嗯 那既然我們想要調整生活的模式 那當然改變自己生活模式的方法可能很多 對 有些人可能搬家 有些人可能去 尝試一些新的興趣 愛好等等 那我們自己的方式是直接離職 所以如果答案是否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進入到第二步 好我們就會想問自己說 欸那我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改變 生活可以做什麼調整 嗯 對吧 那 所以像我們的自己從賣掉房子到租房子的狀態 其實就會改變蠻多的 因為買房就會不知道很容易就會變很多東西嘛 我們也是 到租房的時候其實就大量的減少蠻多物品的 嗯 因為房子變比較小了 就變只剩下五品而已 所以就是一下子就斷很多東西掉了 就是很自然的 因為環境的關係嘛 嗯 所以如果你剛好在斷捨離方面呢 而覺得說已經做得很徹底了 然後但是還是想要有一些改變的話呢 因為現在的生活並不是你要的話 如果是我們的話 我們可能從大房子 然後搬到小房子 嗯 可能是一種做法 然後呢 或許你也可以找一些 欸很喜歡簡單生活的朋友 出來聊一聊啊 嗯 可不可以彼此集思廣益一下 可以想出一些新的idea 對 那也許你也可以 欸拍一下你的房間啊 或者是房子的room tour啊 或許從影片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可能也會有新的發現 對 就做一些之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對對對 更客觀的觀察自己這樣 對 或者是說 欸你可以先不要去想整理這件事情 而是你可以坐下來 然後打個字 然後把你現在目前的心情抒發一下 或許也可能突然也會有些事情想通也不一定 或者是有些人啊 他可能就是來一個大旅行好了 可能一週兩週 甚至到一個月 你到一個完全外線市去 嗯 然後常識也跟平常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形態 嗯 你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發現 嗯 當然像我們也可能可以到YouTube上面去啊 就是很多人在拍生活Vlog啊 或是生活的介紹 欸你就去看 欸大家的生活都其實都長不太一樣 那哪一個可能會是自己比較喜歡的 欸去參考別人的範例也不錯 大家就可以去follow一些生活的sign 嗯 我覺得有時候你可能稍微多留意一下啊 就是附近周遭那些看起來好像 平常每天都會看到的事情 你多給他一點留意 多給他一點attention的時候 那或許你可能會發現到一些事情 然後他可能會給你一些訊息 對 就是一種直覺 什麼都不要想太多 你就問自己說 欸我現在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嗯 然後在不用考慮任何事物的情況之下 那個內心的答案到底是什麼 然後去嘗試看看 但過程都難免會有一些 需要測試錯誤或是難過挫折的時候啦 嗯嗯嗯 就是 但是蠻值的 還是有謝忻儀準備就是說 這個過程改變的過程 並不一定是 都很快樂的 對對對 嗯 就算是你要考上好學校 你就要很認真念書嘛 是一樣的道理 對 那我們是要追求 自己理想的生活 所以呢 就會付出一些 努力 那這就是以上這部影片啦 那大家如果對於斷舍離 斷到不知道怎麼斷 有什麼任何看法 或是方法 那歡迎留言分享給我們 嗯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努力 那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為了得到理想生活 那你預計接下來要做什麼樣的新改變呢 那或許我們也可以參考 好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